蓝科植物多维珍稀萍藝植物 广西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在野外发生生品种蓝科植物 并且透过人工培育获取种苗 一起了解一下 位于广西白色境内的 雅长蓝科植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自从05年成立以来 加强蓝科就地保护的同时 亦都积极开展野外蓝科植物的本地调查 有5种蓝科新种在保护区被第一次发现 引起了世界植物界的广泛关注 其中一个蓝科新种 又是任雅长临长长的吴天桂发现 后来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叫做天桂卷繁蓝 天桂卷繁蓝 零六年第一次被发电的时候 整个野外种群也只有六十多棵 生长在面积大约一平方米的石头上 为了扩大天桂卷繁蓝野外种群数量 保护区工作人员经过多年努力 完成了天桂卷繁蓝野外授粉 取种和培育等工作 据了解保护区透过人工干预分析 培育出近万棵天桂卷繁蓝的种苗 无线电视记者莱坤裔报导